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全国各地家暴案件频传,近三年云林县家暴通报量每年超过4000件,平均每天有11.4件家暴案件被通报,排名全国第八名,女性被害人占7成,男性3成,其中暴力而少案件占6.3%, 家暴人有药酒饮滥用占26.2%,有身心障碍或精神疾病16.6%,施暴者98%是男性,年龄30岁至50岁占64%,云林县社会处副处长陈宜君表示,去年云林县家暴案件通报4168件,排名全国第八名,除6都之外,件数仅次于张跨县, 家暴人男性占98%,家暴人与被害人关系,以亲密关系暴力最多,占53.5%,被亲属对尊亲属虐待有18.5%,老人虐待9.3%,其中以肢体暴力最多,再者为精神暴力。 社会处统计显示,云林而少家暴比例为6.3%,其中6岁以上未满15岁以下约占58%,6岁以下而少比率为32%。 社工科长许惠文表示,分析云林家暴发生原因,主要因女性缺乏经济独立,性别平等意识薄弱,家庭经济压力大,家庭成员互动不佳,老人人口比例高,自保能力不足,求助动机低落。 社会处已建构582处社区守护站,强化社区防止力量,透过社区关怀服务,建构家庭暴力案件安全防护网,近日恐怖行人家暴事件频传,甚至造成命案。 陈一军表示,云林去年情侣家暴通报334件,他认为情侣家暴主要原因就是现代民众爱情来得太快,男女双方在不了解彼此个性就已亲密交往,不宜发现对方有人格异常特质,而陷入险境。 陈一军表示,家庭暴力加快者有一些人格特质,例如个性冲动,易怒,据控制及支配性格,猜忌心重,淡化其暴力行为,虐待小动物,自卑,情绪容易低潮,挫折容忍度低,只要细心观察都能发现,云林县府与云林地减属,云林县云轩基金会今天在斗63号酒店, 办理防治家庭暴力20周年云林县论坛,邀请专家学者,政府机关,民间团体参与,期待透过公共论坛,为云林县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注入活水与经验。